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观世音菩萨 虽然说没有我 但是观世音菩萨心中有众生啊 对不对啊 最近看到一个消息一个新闻 说一个母亲把自己的肝也不知道是肾脏 捐给自己的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啊 看着孩子 十几岁的孩子 到十二三岁 就妈妈在床边上拍了张照片 就人家记者给他拍了张照片 这妈妈说我一点都不后悔的 什么意思啊 无我呀 救人们就是这样的呀 无我是什么境界啊 只有别人没有自己了 如果连自己没有 连人家没有了 那就真我了 哦 明白了师父 就是要心中没有自己 但是一定要有众生 这个才是无我 那对啊 否则怎么叫无我呢 我们就是自己啊 没有自己有别人 明白了吗 这样才修得好心 嗯 真的连人家都没有 你也没有 那你就是 你的脑子有问题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